从2020年年初开始 量化宽松一字就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上 量化宽松既可以是拯救市场的良药 也可能是恶性通胀的导火索 Hello大家好 我是ATOS分析师Glenn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 Quantitative Easing 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 或者利率接近零时 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 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 然后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资金 以鼓励开支和借贷 是市场的投资行为上升的策略 俗称直升机撒钱 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如在一个盛产樱桃的小镇上 农场主们发现樱桃越来越不好卖 如果樱桃卖不动 就没有资金维持生意 于是大家的日子就越来越艰难 有些农场主不得不被迫关闭农场 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镇长铁袋找来农场主们 我们用小镇的税收和信用 开出一张欠条来借钱 十年之后 我们以3%的年利率 连本带利把钱还上 收到铁袋的启示后 农场主们转头一想 这买卖划算 总好过关门倒闭 于是就开心地收下钱 并把手里积压的樱桃 做成了樱桃酒 让小镇上的农场主们渡过了难关 在现实中 我们以澳联储为例 2020年11月3日 澳联储宣布将官方利率下调至0.1% 并额外增加1000亿澳元的债券购买计划 这里的澳联储就相当于正涨铁袋 而债券则相当于用小镇税收和信用做担保的欠条 当金融机构和企业 也就是农场主们拿到了钱 就可以继续维持运营和扩张 最终渡过难关 当然 凡事都有两面性 虽然适量QE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有时代价也是高昂的 比如过度的QE就容易导致恶性通胀 以及流动性陷阱的问题 不仅达不到促进经济的作用 还会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可估量的后续影响 关注点赞留言 下期我们将为您介绍什么是通胀和通缩